欢迎收看今天聆听一下美国联准会呢 在去年一连传的升息导致呢 美国公债值利率呢是不断的在飙高 像十年级的公债值利率呢 就一度飙破了5% 那么价格是不断的走跌 在年初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 美国债市这个牛市已经要到来了 结果一直迟迟没有来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买进债市的好时机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时光传奇林永年 永年哥来为大家解析 永年哥好 肥宇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请教永年哥 美债呢感觉上是经历了失落的十年 大家都觉得年初就有人在说 今年是这个美债的可以大好大展身手的一年 结果价格还是一直跌 结果还在继续跌 对值利率一直在飙高 到底要怎么看呢 OK好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美债的价格会一直跌 对不对年初大家就说可以接了 结果年初继续接的竟然会被套牢 美债套牢 对所以大家都觉得很纳闷 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要知道呢 他这个美债价格的原因 那我们就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止跌了 那其实呢 这个最近呢会去买美债的 今年以来会买美债的 大部分其实都是存股族 那因为存股族呢 他觉得哎呀买金融股好像也有危险 那看起来呢 美债已经跌那么久了 应该可以买了 结果买进去还是套 那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存股族的心态应该怎么样 第一个存股是以十年为一个时间单位 所以你不要想说 我买了这个美债呢 或者是买金融股做存股 那我明年我就想发财了 这个先不要抱这种想法 而且呢第二个就是股价越低 越是存股的良机 那同样的呢 对于美债来讲也是一样 他跌的越深 越是存股的机会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的殖利率会越高 是 OK好 那美债目前的价位呢 已经处于16年的低点了 16年 对 其实现在已经到16年的低点了 虽然价格没有涨 但好像也相对很安全了 对 都16年低点了 对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那我们再看呢 接下来的10年之内 一定会爆发金融风暴 一定会爆发吗 我这边写的是几率高了 可是 我敢讲 为什么一定会呢 为什么 因为已经15年 没有爆发金融风暴了 距离上次2008年的金融海啸 对不对 到现在已经15年了 在10年的话就25年了 25年之内 不爆发金融风暴的危机的 这个机会 机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像是前所未见 对 没错 OK好 所以呢 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美债殖利率会高涨 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债的价格会下跌 大家要知道 就是债券的价格跟它殖利率是相反的 是个悄悄板的走势 那美债殖利率会涨的原因呢 是第一个 联准会从去年3月就开始升息了 一直升到今年的这个8月份 9月份 然后呢 这个因为它一直升息 所以债券的殖利率就一直往上走 那所以债券价格一直往下走 第二个呢 就是呢 美国一直在大量的发行美债 尤其是今年 一直在大量发行 像它第四季就准备要发行 7760亿美元的美债 明年呢 更预计要发行1.16兆美元的美债 你这样子一直发行 一直在发行 对啊 那谁有这么多的钱去接啊 对不对 所以它的价格是一直跌 这个是那债券利率一直在涨 这个是原因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 其实呢 这是债券的10年期债券的殖利率 你可以看哦 用波浪理论来讲的话 它已经走了五波了 走五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已经走到末生段了 所以现在是处在末生段 已经到末生段了 只是唯一的问题是说 它这个末生段会维持多久而已 OK好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 其实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长期的买点了 是 OK好 那么技术面来讲的话 除非啦 中东爆发区域战争 然后油价又飙涨 否则的话美债殖利率呢 债涨的空间应该有限了 的确在最近其实是有稍微再回落一点 对没错 然后呢我们再看 这是美债的价格 所以呢 这边是上升的五波段 所以这里就是下跌的五波段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讲了 股价呢已经回跌50.19% 我跟你讲 其实跌的好重 很深耶 跌的很痛 真的很痛 你知道美债另外有个名称叫什么 无风险资产 对 对不对 大家以前买美债都觉得很稳健啊 就是安全啊 对 避险就是买美债啊 对不对 没想到呢 这一次避险下去 哇 又是一个大洞 对 出了一个大洞 跳进去 哇又是一个大洞 吓死人了 所以这个很伤人心的 是 OK好 那可是呢 它已经进入末跌段了 那如果呢 没有意外的话 联准会呢 明年上半年也会停止升息 其实 今年的 今年再升息的机会已经不大了 对不对 OK好 那下半年呢 有可能会降息 对 目前市场看 包括飞瓦去预测 就是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降息的机会很高 对 6月以后降息的机会非常高 那6月以后降息呢 它其实在大概第二季 因为大概预期 它下半年会降息 所以在第二季 其实呢 利率就会 殖利率就会下来了 美债价格就会往上走了 不用等到明年下半年了 所以呢 在目前呢 最坏的情况 我认为最坏情况 也是横向的区间震荡主体 那如果呢 爆发出重大的利空 比如说金融海啸 那连准会会做什么事情 会紧急降息 它会紧急降息 紧急降息呢 那从市场回购债券 它是一个 那个释出资金的 QE的方式 就是在市场上买债券 那而且呢 避险资金会涌入美债 为主的美元资产 所以呢 美国债 这个美国美债呢 将会展开强力反弹 所以现在呢 手上有美债的人 一定是在祷告 赶快来个金融风暴吧 所以来 我们看一下一张 就是来金融风暴 这个几率真的很高 OK 还真的很高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一次呢 这个在十年之内 爆发这个金融海啸的机会 非常大 金融风暴的机会非常大 是我们从这边可以看 是有原因的 大家看一下 2006年的5月 跟2007年的7月呢 它有两次 这个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都到了5.2% 有两次 2006年5月到了一次 然后2007月又到了一次 那时候就引发 那个次贷风暴了 是 然后之后呢 就开始呢 出现这个金融海啸 对 所以呢 一直到 绿色这个是美国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对 红色的是这个价格 价格 那价格 当时的价格呢 是跌了 2006年的5月 它是跌到了104.33 大家记住 它虽然2007年的7月 它的这个 这个殖利率呢 又到了5.2%左右 可是呢 那个时候的 这个债券价格 已经没有更低点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的讲 现在大家注意看 这一波债券 十年期债券持续到多少 5%了 已经非常接近5.2了 所以几乎是已经重演了 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 之前的情况了 几乎是完全一样 不但是这个殖利率呢 已经达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已经到5%了 而且呢 这个殖利率倒挂 两年期的跟十年期的 公债殖利率倒挂 已经一年半了 已经一年半了 那其实呢 超过半年 差不多就已经会爆发金融海啸 它现在已经超过一年半了 所以几乎是复刻了 这个金融海啸之前的情景 那么也可以 我们从这个时候的看 来对比现在看 即使下一次呢 它在这个债券持续 再到5%以上 或5%或以上的话 它的价格应该也不会跌破 105.42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支撑的 对 所以这边已经形成一个支撑了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呢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这个2006年 2007年爆发这个 次贷风暴了 然后2008年呢 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一爆发之后 这个联准会呢 就立刻降息 它立刻降息 所以它就变成 这样子往下走 然后债券价格就直接往上走 对 所以呢 我们就讲说 那联准会呢 暂停升息了 现在暂停升息了 对不对 那因为呢 它为什么要暂停升息 因为美债值利率已经高了 已经达到收缩资金的效果 因为收缩资金 用利率来收缩资金 有两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呢 由联准会升息 调高基本利率 这个是官方的 这个紧缩资金 那么市场上呢 就是债券殖利率往上走 那么它就是从市场上 自动的收回资金 OK 那可是现在通膨还是相当的高 所以美债殖利率 回挡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 那如果中东 不会再飙高 但你要它回挡 好像空间也不会很大 对也不会很大 所以呢 在区间震荡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如果中东区域型战争爆发的话 那油价一定会涨 股市一定会跌 那资金转进债券避险的这个可能性就相当高了 那如果呢 债券殖利率呢 开始下跌的话 那联准会只好升息来压抑油价造成的通膨 就是如果中东战争爆发的话 到时候联准会可能会再升息 对对对 这是由官方的动作来收缩资金 收缩资金 对啊 那中东战争结束了以后 联准会维持高利率 维持高利率 那美债的殖利率会再度上涨 债券价格会再度的回跌 这个时候 因为它就可以维持高利率来打击 打压通膨 顺势打压通膨 那美国如果爆发金融危机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 区域性银行倒闭潮会起来 现在大家都已经忘记 有区域性银行倒闭这件事了 对不对 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这个殖利率一直维持很高的高档的话 区域性银行倒闭潮会出现 股市会崩跌 那这个时候联准会就降息了 那避险资金也会涌入债券 所以债券价格会大幅度的上涨 所以我再一次做个结论 现阶段债券价格有反弹的空间 可是有限 你可以短线的操作 来回操作 那债券价格真正展开波段上涨 必须要等到激重风暴爆发了 那么十年之内一定有激重风暴 或是股灾 所以大家买债券 现在买债券 我觉得短线上不见得会赚到钱 可是长线一定赚得到钱 所以在如果现在操作的话 一定要赚到钱 可能就是比较短线的先去操作一下 是对 好